今天要跟這個小林哥 一起介紹一個在台北市 讓人要了又要 回家還會念念不忘的 永吉涼麵 我今天推薦的是永吉涼麵 它在後山比捷運站附近 步行大概1分鐘左右 開店到現在大概有10幾年 它本來是一個小攤販 然後現在有一個店面 對於我們計程車司機來講的話 就是簡單 方便 我覺得涼麵跟這個蛋花湯 這個真的很方便 吃一下就可以馬上又上車 繼續工作 然後停車來講也方便 對 這很重要 就引擎蓋打開就好了 辣的黑暗哥來吧 是不是 是辣的 它涼麵最厲害的是 它的蒜蓉放得非常的多 天啊 它的獨門醬汁就是那個芝麻醬 你看 你不用吃 你聞就聞到那個芝麻香 天啊 這一份也太大了吧 有分XSL 這小份 這大份 大份的 大份一份50 大份一份50 對啊 這樣就吃爆了 這份50 這樣才50嗎 這份50 這吃完可以的蛋花湯 可是這樣子吃完 你們都是大蒜 不是 我有問題 這樣吃完都是大蒜味 萬一碰一個美女乘客進來 你們要怎麼辦 就吃一下口香糖 喝一下味噌湯 對 喝一下味噌湯 好吃 好吃喔 你們要讓吃的小嗎 都要給它一些 對... 三位請猜一群 我還是可以繼續猜對不對 雲都可以繼續 石頭鋪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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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愛吃涼麵 妳都吃哪一家 陳家還是劉家 我不知道是哪一家 我都會去那個 216巷那邊 還有那個南京東路那一家 東區涼麵 東區涼麵 對吧 對 這樣也很厲害 辣的 妳敢吃辣嗎 我喜歡吃辣 我非常喜歡吃辣 妳跟我之前還會在計較的時候 誰吃過 誰不知道 因為我想說妳吃哪邊 我是把它弄 然後拉起來 夾斷 一點都不留 就怕妳在那邊 有間接接吻的遐想 後來姐真的是沒在客氣 超大一口 對啊 辣妹吃涼麵 香味好濃喔 對 沒有辣的也有蒜 有 對不對 而且它醬汁真的濃郁 但不是鹹的那一種 它很辣 很夠味 感覺有點像甘絲 這個涼麵 你說那個小菜的甘絲 比較有點脆度的那種 所以它不是油麵 吃這個麵很怕 就是那個麵有得太硬 對 它的軟硬度剛剛好 而且它 它有配湯是不是 對 三合一 馬上配個湯 它那個湯很厲害 因為它是生蛋直接打 然後再加入那個 很香的味噌湯 所以它蛋花是真的 對 你人出來 你要吃什麼都可以 所以它是味噌蛋湯 對 還有加貢丸 很厲害的貢丸小優 三合一 對 它是重合的湯 它這個貢丸是每天都現做的 對 自己現做的 很大一顆 吃得很彈癢 對 這樣搭很解膩 那一份這個跟一個湯 要多少錢 100元以內嗎 對 90 100元以內 吃飽 那可以吃很飽 好好吃